我昨天去了一個盛大的派對 就是Vogue Hong Kong來香港的一個Launch的派對 這個派對大家都打扮得非常Glamorous 我昨天就穿了一件Tank Top的Kelvin Klein的衣服 這個衣服簡直是非常辛苦 因為在11天前當我知道要穿背心這個派對的時候 因為我本身就比較瘦削 但瘦削得來我的肉有點鬆 所以我用了11天的時間不停地做運動 狂做運動、吃飲料餐 然後吃得超健康、很寂寞、喝奶飯 Aven去到派對前 我特意叫一個Trainer 先拉幾下橡筋帶 讓線可以開出一點 給你片子看看 看盡它吧 讓你慢慢放進去 慢慢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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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時間到了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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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在這個Vogue Party裡 我找了五位人 這五個人 我都覺得他們的妝容非常之美 非常之美 非常之美 很想在他們身上取經 所以就問了他們用了什麼產品 今天就將那五個單品 只有五個單品 化在我今天這個SOLA的臉上 我們去片 很漂亮 很漂亮 馬上要展示一下 看嗎 看你這麼容易 差點進去 太好了 太好了 她回到 我們來到2019年 要見她的 太好了 北京,北京。 今天她的皮膚是非常多,那你究竟用了些什麼秘密呢? 我用了Chanel的Broiders Sandel,就是新出的mini cream 她的眼睛很漂亮,你的眼睛很漂亮 我的眼睛用Chanel的眼睛 Liquid眼睛嗎? 不是,它是用眼睛,然後用眼睛 用手? 好,我找到了 我覺得Pay的眼睛很光滑 你覺得我喜歡什麼? 橘子的眼睛很長 她的眼睛很長 今天她的嘴巴非常glossy 那你今天用了什麼? 我今天用了Shanel的唇膏 她的嘴巴很漂亮,是一個Coral的 Pinky Coral Pinky Coral 還有在這裡,是Dior 是4.47號的送膏 我明天會買 我看到你裡面有Matching 我就有Matching 我來回來了 回來了 看看,這五樣東西 就是我們昨天,你剛才看的影片裡 說的五樣東西 特地我們今早出去搜索回來的 好,不如先用了粉底 好了,這就是Nicholas 說他昨天用的 這個Boy Chanel的Tinted Foundation 在眾多的牌子裡面 好像是沒有一個牌子 專門推出蘭妝的化妝品 的系列 好像真的沒有 以我所知 Chanel就剛剛推出了一個新的系列 有眉筆 Foundation 和潤唇膏 這三樣東西 專門是給男生的 其實三樣東西我都沒試過 今天就是第一次試 這個就是Foundation 這個色是Medium Light 30號色 它的味道是很清新的感覺 其實這個Foundation的味道 好像我經常用的 Dior Backstage的Found... 兩個是一樣的味道 真的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不同的質感 Chanel這個 雖然是Tinted Foundation 但它的遮瑕度也算高 Dior這個就是薄一點 水一點的感覺 就是沒有那麼高 它這個是一個玻璃盅 但看上去是一個很luxury的包裝 很漂亮 那我就會用我最近 新發現很喜歡的 一個Aure Glass的Foundation Brush 因為它這個Brush 是很容易推開的 而且它也不會吃了很多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它挺好 哇 簡直真的是平時 用Dior的Foundation的味道 有些粒粒在這裡 這裡有粒瘡 這裡有粒瘡 然後這裡有粒瘡 那我只是上了第一個Layer 它已經是遮蓋了 還有呢 為什麼我問Nicholas呢 因為男生是Party 都不會想給人的感覺 妝容很厚 而且它看上去皮膚也是非常滑 這麼漂亮 所以就問它用什麼Foundation 一定是一個好的推介 就好像不錯了 但我剛才是擠了一下半的 看一下 補多一點 補多一點 補多半下 就應該夠全面 上一個Layer 因為它是沒有塗遮蓋的關係 所以我呢 都不會塗遮蓋的 我會用這個Foundation 去均勻整個臉的顏色 就可以了 很多時候 男生去派對的時候 都不是為了皮膚要去到很完美 其實都是想遮蓋了 毛孔粗大這些位置 還有就是讓你皮膚的色調 比較均勻 那其實已經是很足夠的了 我覺得用下去 不像一個Tinted Foundation 因為它遮蓋度 都算是中等遮蓋度的Foundation 還有呢 它呢 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不會太滑 這一種比較 你reflective 好像自己皮膚的感覺 的質感的時候 那就可以看起來 更加自然 好了 接著就是眼線筆 這個是 Intense Longwear Eyeliner Pen 好 試一下 好 它裏面有一支心 就是一蓋的眼 你看眼線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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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一支眼線筆 對女生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你買了一支眼線筆 都足夠利用 我想可能三至六個月 甚至乎一年 所以 選一支適合的眼線筆 真的非常重要 不知道是不是只是這一支 它那個掃是很扁的 雖然它是毛的筆 但是它是扁的 平時的眼線筆 不是這樣的 是很尖 跟著是不會很flat 有肥的位置 這個很flat 好 我們先試一下 我們先化一下Fiona的眼露 它就化了一點點眼尾的位置 好了 我們先用這個 那我就試一下 用它這個角度去畫 我想說這支筆 是極度這麼容易畫的 我覺得 對男生來說 可能這支不太適合 因為 如果你畫一些 一個 點頭一點的眼線的形狀 或者三角形狀 會很容易畫 因為一筆就會畫了三角形狀 但如果你是男生 例如我偶爾畫眼線 就是追求超級無敵 幼到不得了的眼線 那就可能用眼線筆 不是Liquid狀 就是筆狀 可能會比較容易 但是 Liquid有一個好處就是 Liquid的好處就是 持久度一定是長一點的 一定是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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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畫了下眼線 我試一下 好了 好了 大概它是昨天 我以我的印象 記得它的眼線 大概是這樣的 好了 化完了 兩邊都 真的 這些眼線 平日真的很難會這樣 去派對 或者去球 晚上的場合 才會這樣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昨天的產品裡面 有兩個是 嘴的產品 一個是Charlotte Tilbury 一個是Dior的唇膏 其實我問的時候 是沒有想過的 但是想一下 今早在找些產品的時候 想一下 不是啊 我們兩個嘴的產品 怎麼辦呢 發現到就是 其實我們沒有問他們的眼影 用什麼眼影 那我就說 不如可以把唇膏 用在唇膏上 這個就是他用的 Charlotte Tilbury的唇膏 這個是一個 collagen lip bath 就是可以令到你的嘴 充滿collagen 我覺得真的化嘴之前 可以先打底 可以試一下嘴上 它那個嘴的瓦是一個深型 來的 它是一個非常薄透的 lip gloss 它是我用過這麼多的 lip gloss 裡面最薄的 薄到你好像沒有塗過的 lip gloss 但是它這個 有一種薄荷的感覺 難道就是這個薄荷令到你嘴 好像比較豐滿的感覺 應該是 因為你一旦嗅 都嗅了一陣薄荷味 好了 那我今天就想把這個 用在這個眼尾上 做什麼 lip pumping 你的嘴會發腫 是嗎 你肯定 幸好 幸好 在準備化上眼前 發覺它是 lip pumping 所以會令我的眼腫 不要緊 大家記住 如果有這支 lip gloss 千萬不要塗在眼上 OK 那我就拿了另一支 lip gloss 就是Kiko Milano的 一個 lip gloss 我們把這個 用在這個眼看上 讓你的眼睛 也有一個 很薄透的 shiny的感覺 對 但我覺得 在眼睛的眼睛 在眼睛的時候 要拍照就很難 如果是去出席活動 或是要很多個小時 就不太好 因為 會看上去 扭調的感覺 你就會全天都會 很不搖 好像一節一節色 但拍照的話 我覺得這個光是非常好的 立即看上去 整個妝容 好像立體了 看到嗎 有沒有這個感覺 化一個眼妝 不一定要多顏色 有很多個 layer 其實你少少 gloss的感覺 都可以令你的妝容 很有精神的感覺 這個唇膏的部分 先說一下 昨天Elly 是用447的顏色 那個447 是一個橙色的base 帶少少粉紅的 粉紅的顏色 但是我剛才去店舖找的時候 他說那個顏色 在香港是沒有得買的 我不知道他在外國 哪個地方買的 但香港是沒有的 但最近的顏色 就是這隻457 457 457 這個系列 Dior Addict 它昨天447的顏色 是Sun Valley 這個是Porn Beach 大家都是一些 陽光而海灘的顏色 所以 都是同一個系列 所以 大家用這個唇膏 下手 不要太重 因為下手 太重 因為下手 因為下手 因為它是非常之 我先看一看 它是非常之 那麼 pigmented 而且 你看我兩下 已經超級實色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大家塗的時候 如果你的嘴巴有很多紋 很乾的時候 就試一下 像我剛才那樣 點上去 這樣 看下去的感覺 效果就會好一點 但我這個顏色 都是偏粉紅的 不是很夠橙的 所以同一個 不是超級似 但都是用同一個系列的唇膏 最後 就是Faye 說的 Beauty Light Wand 這個Charlotte Tilbury 這支 是我本身自己的 因為這支 是我最喜歡的 是一個Liquid Highlighter 來的 因為它真的 很Blinding 簡直可以做盲人的 可以 好 我已經用過了 在我的頻道之前 它是極度之方便 你只要打開蓋子 扭開一點 然後你擠出來 扭開 關閉蓋子 就可以用了 極度之方便 還有我今天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只是用手 我沒有用任何的掃 看到了 一點點 而且它非常容易混合 其實我曾經買過一個Charlotte Tilbury的掃 專門是混合這個 但我平時用手指上 我覺得更方便 而且我可以把餘下的 手指上的 可以放在 這些Brown Worm 可以開啟 好 我先塗在這邊 通常我會塗在鼻子 嘴 這些位置 就是這樣 完成 非常之簡單 這五個產品 就是昨天在他們身上 取經的五種產品 最喜歡一定是我本身 用的Charlotte Tilbury的 應該有個燈射下去 的感覺是更加出的 很驚訝 是這個粉底 因為 塗完之後 我不覺得自己 好像有那種很滋粉味的感覺 不覺得 塗了一層很厚的粉底 它遮瑕度不算超級高 大家看到 我有一個 瘡仔 我只塗了一層 隱約都還能看到 也不是遮得很足 但它 令到皮膚的質感 都好像皮膚 不會看起來像 咦 化了很厚的妝 不會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 這個粉底 是可以長期用的 如果是講了唇膏的話 我就會 如果大家用的時候 用點的形式上 因為它很實色 如果想走一種 比較自然的路線 就可以用點的形式 如果你覺得不夠色 你才會一下子掃進去 還有 還有什麼 這個Lip Pump 我就不太試給大家看 眼線筆 如果是女生 如果平時 因為有很多女生 平時化妝 可能她的粉底 都不化 但她一定要畫眼線 這個眼線 非常容易畫 剛才我用了 Lip Gloss 在面上 它都不掉 非常好 可以試一下 好了 說完了 就是這幾個產品 所以如果你們想去一個 派對的時候 不需要很複雜的 可以很簡單 化一個很簡單的妝容 都可以出席去不同的派對 好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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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條影片 幫 jouer お願いします 我們下條影片 我可能會不會 有 UNC 但是 可以